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当时我们看到坏人很顺利 不论是平安,不论是健康 不论是读书,工作,赚大钱,享福 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或是疑惑呢? 今天我们讲思想 诗篇73篇 难道上帝不是答应要祝福吗? 为什么有些坏人、恶人却这么蒙福呢? 这是7篇73篇 所要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诗篇当中 他看到似乎恶人享受很多的福气 而义人 尊严实化的人 却遭受到很多的欺负跟祸患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思想到耶稣说的一个比喻 耶稣提到了 有一个财主 在地上享受了荣华富贵 吃得好 吃得胖 过得很好的生活 这是财主 而他的门口 有一个人叫拉撒路 他是个乞丐 他是信靠神的 却在地上这么的艰辛 这么的辛苦 两个人 两个人一个享受地上 一个一无所有 但他们有同样一件事 就是都过世了 而当过世后 整个情况完全改变 拉撒路在天上 在亚伯拉那怀疑中 在天上享受上帝的福气 恩典 但财主却在阴间受苦 是无止尽的痛苦 哇 这是极大的对比 因此 耶稣要我们看 不是看今天 而是看 永恒 从永恒来看 什么是今天 真正的福 真正的祸 我们才看得清楚 十篇七十三篇 也是诗人 面对 似乎 恶人 骄傲的人 享受很多的平安 健康 福气 一人却白白的遭难 但 关键在十七节 等我进了神的圣索 思想他们的结局 是的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上帝的宝座 我们重新思想 就发现 哇 原来上帝把恶人 放在危险的地方 滑地沉沦之地 而转眼之间 要承受刑罚审判 但是一人呢 上帝答应我们 神以他的训言 引导我 以后借我们到荣耀里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是的 我的肉体 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是的 我们来到神面前 思想永恒 就看到神要给我们 是永远的天家 地上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渴望得着的是 永恒的天上 我们来祷告 求主打开我们的眼 不用地上的祸福 来决定永恒 来决定上帝公不公平 求主让我们看到 有永生 而上帝要做公义的审判 当我们爱慕神 当我们等候神 我们要得到神 极大的荣耀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